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3月30日 星期四 來到深夜的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今晚各大最新的新聞消息 首先又倒塌了 來自這次粉嶺的學童牙科診所 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邊也討論荃灣有一宗事故 話說有一架私家車箱撞 衝上行人路 有個旅途人經過慘變人獄三文治 情況如何 了解一下現場的狀況 另外也討論日前元朗70歲那位老翁被斬的案件 也有更多詳情曝光 據報死者在大橋街市的浴蕩幫忙頂肩 他上班的路線曝光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王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粉嶺學童牙科診所的原板門脫落 一個職員空隻輕傷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一間X光室裏面的一塊原板門脫落 一名職員的胸背輕微受傷 在北區醫院接受診治 無需入院 處方十分關注事件 並正在積極和建築處跟進情況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又倒閉東西 這次倒閉到粉嶺學童牙科診所 近日公立醫院又倒閉 又倒閉 其實一直倒閉 錢去哪裏 就是這些錢應該用回民用 民生的設施才對 你不要把派機票丟掉 基建超資 真是沒眼看 最新是粉嶺學童牙科診所 有一個原板門脫落 這次有職員受傷 另外也說說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荃灣私家車廂撞 衝上行人路 旅途人變成人獄三文治 一度困在圍牆與車頭之間 報導的流氓提到 荃灣發生交通意外 晚上7點多 荃灣永順街近宜康街對開 發生交通意外 各一部黑色私家車和白色私家車 在上紫路口相撞 其中一架白色私家車失控 直產行人路邊 撞到一名女途人 並且將女途人困在牆身與車頭之間 消防和警方接報到場的 維蜂現場路口 成功利用工具 將年約三十多歲的女途人救出 她清醒由救護車送往瑪嘉莉醫院治理 而黑色私家車的38歲女司機 和車上兩名7歲和9歲的女童報稱不息 送往人際醫院檢查 說警方在場調查意外起因 邵氏的兩架私家車車頭嚴重損毀 叫拖車拖走這兩架車去化驗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據報這次意外相對罕見 女途人變了人獄三文治 動彈不得 要來到消防員協助把她救出來 不幸之中的大幸是清醒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治理 兆氏原因仍有待調查 另外亦跟進日前元朗那宗兇殺案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死者上班路線曝光 清晨4時會抵達大橋街市浴蕩頂間 但是步出不足100米就立即受襲 報道的內容看到了 元朗70歲老翁陳廣權遭到南亞刀手街頭斬殺案 警方調查發現空手有目標地向死者施襲 而死者案發當日完整上班路線正式曝光 據知他早年擔任肉類切割員 退休過後亦有到距離預所約摩700米外的元朗大橋街市 一間開業約摩20多年的牛肉檔 從事替家工作 清晨4時多會到達牛肉檔開工 憑他在肉檔工作多年的經驗 主力負責將上水逃房運過來的五封巷黃牛刷骨 挑走筋膜 切割出牛肉各主要部分過後就下班離開 留待檔員向街坊銷售 有附近肉檔的檔主認出死者的照片 但指自己一般在8點、9點左右才上班 死者就已經完成工作離開 所以對他所知不多 只是知道他在上子牛肉檔工作一段時間 死者生前工作的牛肉檔一名肉類切割員就說 昨天3月29日才被檔主招聘頂上死者的位置 和死者並不相識 只知對方任職替奸工作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相關元朗謀殺案的兇殺案都可以說是刀刀拿命 因為加上刀手非常兇狠 相關死者的背景曝光 幫忙在元朗大橋街市的牛肉檔做替奸 看上去很正常 另外他亦是相當有經驗的牛肉檔設功 亦都說他有肉檔的多年經驗 幫忙劏牛、拆骨等等 看上去就沒甚麼特別 不過當日的確很有機會相關的刀手 是非常有預謀、有目標地向他施襲 案件仍然樸縮迷離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的士好惡 內地女子路軍的士司機四宗罪 鬧足全程 後續竟然更加出乎意料 報道的論文看到 那個內地女子二小熊書那裡 就說到香港第一晚被出租車司機 罵為提法鐵文 講述近日來到香港的不愉快經理 他指出 在香港機場搭的士到距離不遠的酒店 結果被對方罵捉全程 就說全程都罵人 他還以為我聽不明白簡直過份 給錢又不找零錢 明明會懂得說中文 故意不說 市主強調自己並非要用關於香港的負面貼文來搏流量 並力數的士司機四大問題 包括 是因為酒店離機場近 所以一直罵人 另外就說 他其實是懂得說中文 應該是講國語 他又不說 另外就說 我只有帶子 他收了錢後就不找錢 另外給帶子最後他用中文說 這麼近就不要叫車 不要上的士 鐵文用來內地網民的熱烈討論 不少人都批評的士司機的態度 就說 本來開的士的人 拉近拉遠都有一定的機率 拉到距離近的就可以罵人 你這個什麼邏輯來的 也有人為的士司機解話 就說 因為機場排隊 他要排幾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平均下來 的話就不太好 你太近了 人家真的賺不到錢 連公車的錢也賺不到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話說近日這位內地女子 在小紅書 說在香港被的士司機罵 原來他就在香港機場搭的士 到距離不遠的酒店 被人罵全程 他當然是生氣 寫了上網 網民有些幫他 也有些人幫的士司機解話 話說機場的士司機排隊 司機排隊也要排三四個小時 結果到你的時間 你跟我說要去東涌 即是說可能是去機場旁邊 結果的士就可能很勞氣地說 另外也說說另一宗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有個內地女子來到香港旅行 乘地鐵的時間 電話意外掉進升降機 港鐵處理非常有愛 市主也很開心 讚香港 報導的流氓提到 這位內地女子在社交平台發貼文 表示和朋友來到香港旅遊 不過在尖東地鐵站的時間 因為眼見升降機即將關門 於是和朋友有一個戰步衝進了電梯 朋友手上原本拿著電話和尿袋 但在入升降機的時間 不小心掉進升降機的階段 即是掉進升降機底 他指兩個人當時發呆 站在原位回過神後 朋友決定坐電梯看看 這部升降機一共有多少層 而他自己就使用電梯旁邊的協助裝置 找職員幫忙 結果港鐵很好 和他停了升降機 簡直幫他拿回電話 期間可能都要用兩個多小時 叫他們四周圍吃飯 走個圈 最後再回來 之後再給他一部手機 這位內地女子相當開心 大讚相關的工作人員 另外重點是沒有額外的收費 手機也沒有任何損壞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又會剛好整部電話 放了升降機底 即是升降機 於是掉進升降機底 港鐵的職員 就用了幾個小時 幫他們拿回手機 他們也大讚相關的工作人員 我是光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